大家好,歡迎繼續來到FM19的視頻 今集我們的主題依然是龜化的 前幾集的視頻雖然我們龜化過斯朗、美斯、尼瑪、哈薩特等等的巨星 但葛珠在這個世界杯最好的成績都只是小組出線 很多人說年齡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這次我就將19歲以下比較出名的妖人歸化到葛珠裡面 大家看到這是最新一期的葛珠大名單 很多妖人我們很熟悉的 例如這個摩斯基因、諾迪力高、維尼斯奧斯 維尼斯奧斯的話現實很多人說他是水火 但是看這遊戲的話他應該還可以成長出來的 還有新組他就是U19裡面應該是大佬 就是目前來說他就是大佬 然後有科頓 在這個遊戲裡他租了出去 然後有這個尼爾遜槍手的小將 這裡也是租了出去 還有瑟士龍 我們唯一一個後衛是來自馬賽的 卡馬拿 還有這個東拿尼 大家應該還是比較熟悉的 如果大家有時候看小妖球員 看到這邊的話 只有9個歸化球員 還有兩個是誰呢 大家肯定會想著 菲利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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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就受傷了 所以暫時就沒有進入大名單裡面 還有一位球員 那他是誰呢 就是車路士的球迷 應該就很熟悉了 就是這個R多伊 他也是背部肌肉撕裂 10天到3周 好 缺席了這次葛竹的大名單 那現在就是40強賽就在踢中了 就是這一輪 缺少了剛才那兩個小將 但是中國隊要進級這個40強賽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模擬到這個40強賽結束就可以了 好了 那40強賽就已經打完了 現在我們看到12強賽 中國隊的小組對手 包括這個阿聯酋 中國香港 敘利亞 澳洲 以及南韓 那很明顯 這個小組最厲害的對手 就是南韓和澳洲 那看回的話 之前沒有入選到菲利斯 也是入到這個陣容裡面 那當然現在 就還有幾個月的時間 距離下一場細預賽的比賽 那其實看回的話 就是之前40強賽的比賽 大家大致立一立這個比分就可以了 基本上都是大炒啦 很輕鬆的 沒有遇到什麼問題的 那我也都看到 這些19多歲的小象 有些就真的沒有什麼上場機會 包括這個奧多爾 他就租了去這個 和夫斯堡 但是上場機會 似乎都不是太多 還有些就已經開始有些平庸 包括這個卡馬娜 也都沒有說走向是非常之厲害 那當然啦 菲利斯啊 科頓啊 新組啊 這些都是保持著高水準的發揮 那看一下 接下來的12強賽 他們的表現是怎樣 那最後12強賽就結束了 提到中國隊是小組第一 那也是這幾次 毛衣入邊可能是戰績最好的一次 那會不會預視著這屆世界盃 會有所突破呢 那我先不賴著 那先看看進級歷程 那前面這兩場 這些是魚腩 中國香港 敘利亞這些對手就是宋芬同志 那對著澳洲的話 就輸了 1比2的客場 但是同樣客場的情況 這場比較厲害 3比1就贏了韓國 然後阿聯誘這些都是宋芬同志 然後又是這兩位宋芬同志 然後又是宋芬同志 然後主場就2比2 跟澳洲打和 這樣就比較可惜了 兩回合 就是都贏不到澳洲 但是後來主場又3比1大炒韓國 看來這個恐寒症就沒有了 那看到國家隊的名單裡面 有很多那些年輕人 他的身價都是漲了 那摩斯基因就已經是5200萬了 那雖然他就經歷了一段租借的生涯 但是現在呢 他又回到愛華盾 那路地利高 現在就去了曼聯 他身價是幾高 但是上場時間呢 就保證不到的 因為曼聯的話呢 競爭都是比較高的 比較厲害的是祖奧菲利斯 他就去了阿仙奴 他的身價是7000萬 看回他的成長速度是比較快的 因為我看到阿新祖 不是阿新祖在哪裡 是這裡 他現在的身價跌到5000多萬 就是沒有阿菲利斯成長那麼快 看回數據似乎都跌了一點點 那他現在就去到馬體會 維利斯奧斯 同樣是一段租借的生涯 現在就去了科隆 還在租借 接著還有這個科盾 科盾也是租借了出去一會 現在就回到萬城 估計也是泰保的角色 那這個東拿里的話呢 成長的速度 還有待上升 最能拆的就是這個薛士龍 他真的比較慘 同樣是一段租借的生涯 復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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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希望之星 希望了這麼久 竟然踢回英冠 那真的很慘 其他的 這個卡馬拿 都沒有怎樣成長 還是在馬賽 另外好像還有 尼爾遜 尼爾遜現在是受傷 他現在在踢哈法帕林 阿仙奴就外租他 不用怕 還有一年的時間 現在才是2021年的9月 還有時間給他們成長 現在已經是2022年的11月份 世界杯快要開始了 大名單也出來了 我們剛才選出來的11位小將 基本上都是入選了 除了 有一位球員 是落選 大家注意 是落選 算了 我們的主教練是誰 這麼興奮 夠姜蓮 剛才我們選出來的那些年輕人都不要 這次我就安排了高普 做我們的教練 其實我是想給摩連盧 但他就辭職 應該說退休了 有點早 也出乎意料 大家還記不記得 這個名單 大家看一下 少了哪一位球員 開估了 就是這個奧多爾 看回他這幾年 確實 足球之路 真的很不順利 輾轉了很多 俱樂部 上場機會 都不是很多 看回121至2賽 他又回到車路士 但還是沒有什麼出場機會 而高普 也是很大膽的 決定 是不選他 看到他也是感到悲痛欲絕 但是 都情有可原 高普 為什麼不選他 因為我們這邊 確實是 風扇上也不是小人 摩斯基因 新祖 劉特歷高 維尼斯奧斯 菲尼斯 菲尼斯 這些都是OK的 母女 依然是在陣中 張玉玲 這些都依然在陣中 反正就是其他10個 我們剛開始選出來的球員 都是在這裡 好 那 世界杯的小組 有什麼對手呢 糟糕啦 唉 真的每次都死亡之早 今次 英格蘭 西班牙 委內瑞拉 唉 嘩 嘩 好說不好聽 可能今次是最難的 即 即 英格蘭 英格蘭雖然被我們經常說 他是什麼 歐洲中國隊 這麼大屌 人家每次都能入世界杯 歐洲中國隊 不是真的中國隊 對不對 委內瑞拉 可能是我們要力爭 裸下的一個對手 看看這群年輕人 決賽階段的表現如何 好了 進到第一場球 你看看手法 真的有點出奇 是完全是無風的 頂到最上的科頓 他頂多都是踢前腰的位置 真的一個中鋒都沒有 看看是防守 42310 我聽都沒聽過這個陣型 不知道高普是想怎樣 好了 來到第21分鐘 史德年的角球開出 嘩 我看到顏俊玲 門前是被三個英格蘭的球員為偶 沒有一個後衛去幫助 最後入球是誰 史通斯 也是非常英格蘭 後衛入球 我覺得是很符合 你看看真的 圍偶狀態 顏俊亞也沒用 接著來到下半場的第75分鐘 球斬出來 史德年 斗賓巴 那麼高 你這麼近的頭鎚 顏俊亞又立功 好了 來到第85分鐘 諾特 哪路的斬中 解圍出來 是不是要組織一次進攻 看到後永永 給到諾特力哥 一抽死 你真的想太多了吧 嘩 雖然你這個能力也不錯 好 這邊反過來 史特年 放一個直膝 拉舒服第一比 下來挑戰的頭鎚差點 接下來 比賽最後一分鐘 連加隊的斬中 史通斯的頭鎚 2比0 好 最後比賽結束 憑借著史通斯 梅開爾道 英格蘭 2比0 擊敗中國隊 顏俊玲 是我們全場最佳 當然 被人騎著來拼 中國隊整場 才弄個四腳 哎 高普這個陣營 真的 有點問題 第二場 面對著同樣厲害的西班牙 高普一點變化都沒有 基本上 連守法的球員 都是一模一樣 又是踢42310的防守陣營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能守到才行 要不然這樣踢很狠狠 上場第17分鐘 西班牙的球斬出來 門前一片混亂 這位小將莫烈組 應該是後來的妖人 一腳爆網 唉 顏俊玲都沒有負 高普 你是真的守不到 不如你排回進攻陣營 這樣踢完全沒有機會 五分鐘後 西班牙的角球斬出來 裁判就吹雞 唉 這個都習慣了 基本上每個視頻 中國隊都有這種犯規 都會送點球給別人 已經是成為了一種雜族 裁判禮行去看VR 說這次犯天條的 居然是菲利斯 唉 唉 真是 不過他都真是夠慘 你說這個陣型他怎樣發揮 對不對 果然是給了點球 主法的隊員是誰呢 伊斯高 嘩 顏俊玲都差點撲到 但是2比0這個比分 又可以提早珠珠 來到第88分鐘 尼爾遜遜 直至飲以求 想不到這個波的迪基亞 真是看不到 唉 不過你不要說了 世界杯上的迪基亞 可能真是不如蘭晉靈 我不是欺負他 但世界杯表應托沙是一般 最後比賽結束 2比1的比分 中國隊又輸了 看回整場球 其實都是射了兩腳球 那麼大把 尼爾遜的入球 叫做天外飛先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精彩鏡頭 Gopo這兩場球 用這個陣型想防守 但換來的 真的切頭切尾的失敗 好了 兩戰過後 中國隊又輸了 跟委內瑞拉的情況 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兩隊球也提早被淘汰 當然我們這個視頻 就不可以說 這麼草草的結束 我決定再給 再給一次機會給Gopo 那時光倒流到 第一場球 對著英格蘭 沒錯 就是獨黨大法 但是如果你Gopo 還是堅持打這些 無風戰術的話 我相信 結果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那看看怎樣 好啦 時光倒流到十幾天前 那看來時間是可以改變 大人的思想是不可以改變的 Gopo 依然是決定用這個42310的奇葩陣營 那我好像預視到結果會是怎樣 來到第32分鐘 這個絕為意 後搶的大盞 找到拉舒福特 哇 在拉舒福特這一腳 嗯 即是這一期 在現實裡面 你都真的是風頭等來的 那0比0的比分 一直保持到保時階段 又是折維爾的斬鐘 解圍回來 近距奈迪尼亞利耶士門 又是這些熟悉的劇情 一個是宋典 一個是林美香 這兩件事在我們模擬過足世界盃的過程 已經是經常出現的 這次也不是 最後的比分是1比0 其實過程也沒有什麼差別 比起上一場球 除了英格蘭入少了球 中國隊這邊也是沒有機會的 第二場打西班牙 真是浪費了我這個月光寶盒 高普一模一樣的陣型 我知道什麼結果 可以提早回家 看上半場的話 中國隊說防得不錯 看上去跟上次劇本不一樣 半場都沒有失球 下半場第55分鐘 李遜給到科頓 外圍的一腳遠射 沒錯 這個是我四場球 下來唯一一個見到的精彩鏡頭 來到第71分鐘 隔離馬道 邊路的斬中 中路莫拉達是另壓中國隊的防守球員 確實是很厲害的 只要虎翁 以車刀效數 裁判就看VAR 大屌這些球 不用看了 看一看 一比 中國隊的後衛 是卡馬拿 應該是 我都說了她的成長歷程 確實是一般般的 這個球 你不要說 有越位嫌疑 真的 最後比賽結束 0-1的比分 中國隊又輸了給西班牙 其實這四場比賽 總的來說 過程都沒有什麼差別 就在乎於對手把握機會的能力如何 中國隊這邊的話 基本上沒有什麼機會 這樣 給了兩次機會高普 但是她都沒有做任何改變 當然她們的成績 也是沒有做任何改變的 兩輪過後 跟這個委內瑞拉 是早早出局的 看到最後一場球 中國隊是4比2 贏了這個委內瑞拉 最後一場球 叫做拿回個尾彩 最後一場 我看到高普的陣型都不同 起碼有前鋒 摩斯基恩 又踢了手法 她也是戴帽 也是那一句 愛得太遲了 真的太過保守了 高普 我猜不到你 帶我們這個中國隊 居然是拿到最差的戰績 比高雄波還差 真的不應該 看看最後半決賽的對陣 意大利是3比1擊敗了 科特地牙 法國隊1比0 贏了西班牙 3、4名決賽 繼續爆冷 科特地牙是2比1擊敗了西班牙 最後決賽 法國隊2比1擊敗了意大利 也是閃聯了這一屆 閃聯了世界盃的總冠軍 說回這一屆 中國隊的表現確實非常差 也是他們近幾次 模擬入邊最差 高普 現在還是小小小小的 做著中國隊的主帥 但是這次的戰績這麼差 可能真的跟他的排兵 都真的有點差 好了 今天的視頻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還有些 什麼FM的想法 什麼題材 都可以在評論上告訴我 喜歡的朋友 記得多些3連支持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